此不迷路要说到明星,少不了的就是明星的那些个孩子,之前也说过这个月有好几对明星都公布了自己的家里添了新成员,也有好多明星爆出怀孕的喜讯,可以说给18年带来一个好抬头,这部张子怡也发微博来秀自己的孩子了。 文中说到自己的宝宝,醒醒在电梯中,可以认出许许多多的明星,还有就是认电梯里的颜色、形状、物品等等,小宝宝也是一点不认生,认识许多的明星,有黄晓明、王宝祥、迪丽巴热等等,凑巧的是在电梯里张子怡看到自己的照片,而且宝宝也很快地认出是自己的妈妈,真是太可爱了,面对现在一岁多的宝宝说话非常的清楚,看来张子怡不仅仅光晒啊。 也注意去教自己的宝宝更早地去学东西,感觉张子怡也是在跟网友们分享女儿的成长经验和过程,在之前的日子里,张子怡也分享出了女儿醒醒的动手能力和感知能力,也可以说是张子怡对孩子醒醒的教育是无微不至,可算是分得很细致了。 除此之外,还带着醒醒自己去玩滑梯,要知道醒醒,才刚刚一岁多呀,不过这也是锻炼孩子的胆量,看来这胆量肯定是没问题。 妥妥的下一代小明星,之前也有媒体采访过张子怡,面对醒醒对陌生的地方,也是非常的活跃。 在爸爸光丰的工作室里,自己心无旁人的拿着话筒自己长了起来,真是太可爱了,网友们也是纷纷送上了祝福,表示醒宝越唱越漂亮了。 现在越来越多人走向了婚姻,面对如何去教自己。